長照提供免費送餐服務的對象 七月起再次調整使用者資格 而未來新申請的中低收入戶 可能要自付百分之十的費用 志工送上熱呼呼的餐點 由於人口老化 長照二點零 免費送餐的服務人數 從一百零六年的九千四百七十九人 到了去年已經達到兩萬五千七百四十五人 成長了二點七倍 衛福部七月公告調整 營養餐飲服務使用者的資格核定原則 未來新申請送餐的個案 不只要符合CNS評估二到八級 免費送餐對象也限縮為 涉救法的低收入戶 長照司表示這次的調整希望從過往比較寬鬆的長照認定 回歸以社會救助法標準來認列 救案的送餐是不受影響 原先中低收入戶就要自付百分之十的費用 但是社福團體擔心新申請的中低收入戶 沒有免費送餐 每月增加的負擔 部分個案的日常生活恐怕受到影響 衛福部表示調整過後 中低收入戶的自費餐費補助 部分還在討論當中 但是主要想鼓勵中低收入戶的民眾 可以到社區的長照據點 使用共餐服務增進人際互動 或是改用居家服務資源備餐 使用更適合的餐飲模式 記者韓音朋友組朱鳳志台北報導